想訂製傢俬又漂亮又實用 你的單位有沒有以下的問題 一起來看看有什麼解決方法 首先第一,實用面積細 那就要活用變形傢俬 例如,伸縮桌 伸縮椅,直上床 或者鋼琴床等等 用的時候才開出來,不用的時候 收起來,但提提大家 變形傢俬的耗損程度比一般的傢俬大 所以要有心理準備 第二,一進門口 已經是廳,那就要做個 這個組合櫃,連鞋櫃,懸關櫃 中空櫃更加實用 如果你用心設計一下 其實這個組合櫃就是 整個單位的風格指標 樓底高,面積小 其實可以做角樓 或者地台床 但大家一定要認真考慮一下 你的儲物習慣 究竟是向上發展,還是向下發展 第四,窗台超級闊 我們可以按照它的 闊度,高度,去訂製傢俬 這樣就會用盡每一吋空間 不浪費 例如可以做窗台床 窗台書桌等等 另外,如果你的單位是 三尖八角鑽石型 又多陣位,又多儲位 怎麼辦?沒問題 你用訂製的傢俬 去修平整個空間 這樣看下去就會更加整潔整齊 還有其他問題?不用怕 上來跟我們設計師聊聊 拜拜